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的电子股也开始亮灯涨停板 可以看出来很多亮灯的股票都是电子股 那传产股也没有不遑多浪 那你看一下中红钢铁也涨停板 而且它创了一个短线的一个新高 显见的一如他老师讲的 它一就是主流中的主流 电子股会开始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它会做一波的震荡打底的动作 百日第一日投它会打多久 会打100天 那应该是5月份 6月份 这两个月很多的电子股 都会开始做一波的一个横盘的整理 原因无它 那我还是一样跟你讲过了 5月份是很多大股东 要卖股缴税的季节 所以我讲过了 5月份我唐老师帮它规划 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做一波的一个震荡的一个经历盘 整理 整理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所以今天的大涨290点 需不需要高兴 很多的电子股它跌很深 A B C波杀下来之后 它第一波的反弹 从技术线型来看 它是弹最高的 那也就是说你不要错把冯金当马良 又开始喜新一色 怎么下去它会怎么上来 那是大错大错特错的观念 再从另外一个操盘的手法来看 一档股票它受伤了 A B C下杀 那前面都是套牢量 那你要势必就算要涨 要V型反转 除非有超级无敌天大的一个力多 就算有超级无敌天大的力多 从现行来看 任何的消息面任何的订单 尤其是电子股 你都千万不要相信 那也就是说它A B C下杀 杀下跌很深之后 它四批就算要涨 又回到刚刚跟你讲的 它一定要做一个打底动作 消化前面套牢的一个卖压 折磨到你受不了之后 融资沉淀 筹码沉淀 经过一个底部的一个换手 又从散户的筹码 流向所谓大股东的筹码 大股东也缴完税了 缴完税之后它又有钱了 后面就开始怎么样 做一波的拉抬 配合后面真真切切的一个力多 又回到基本面来谈 有机 这当然股票今年才有机会 没机 有贵 就会飞上天 没贵 你准备吃死贵 回到原点 电子股一定要有基本面 如果没有基本面 这一波的反弹 它是一个所谓的一个 你不要错把风筋大马凉 那你一定说 老师电子股好强 强谈 亮灯掌灵板 经历科 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 我都帮你持股诊断在这个地方 直接讲明的 对不对 那时候我就也跟你讲过 谈第一波是谈最高的 你不要错把风筋大马凉 不要认为跌这么深 怎么下去 它会怎么上来 那种话是讲给鬼听 有嘴我讲到没话 人家你不走 整家你哭哭走 来找我的 我哪一个没有说 你一定要换 有没有 节目我也跟你谈 讲完之后你看 那个时候还有286 今天掌停板198 你还是笑不出来 你还是在等解套 言下之意你就是不会等解 就是不会操作 你只会死爆活爆 然后每天催眠自己 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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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每天催眠自己 怎么下去呢 它一定会怎么上来 今天你一定会开始 抱着很大的希望 又回到刚刚跟你谈的那句话 从技术分析来看 它跌这么深 套牢量在这个地方 它套牢量在这么地方 这个地方你看 上面都是套牢量 你要能够谈到这里 那超级无敌强 这个地方逃命你不来 它继续破底 逃命你不来 它继续破底 那现在又涨停了 它又要给你逃命了 你是逃还是不逃 在考验你在这个市场上 你能不能够生存 不然这个今天大盘 涨290点 还是就这人满手电子股 笑不出来 没有错吧 一档股票我跟你表示什么 我跟你解什么 很多电子股 今年的很多的大阻力 它已经浪杠了 听得懂就听得懂 听不懂的人 他永远听不懂 那电子股后面 全部已经完成 接算性任务之后 很多电子股它拉回 它可能会整理很久 会不会破还不知道 所以你一定要会换股 你真的不会换 坦白讲 你为什么成为主力的 盘中孙嘴边若囊中物 它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策略的部分 我也跟你讲过 五月大股都要卖股 那短线部分 尤其赚第一季季报不错 这种股票不管船场 不管电子股里面 它都会做一波的一个 让你有钱赚的动作 比如说今天3006 你看它公布 昨天的一个季报不错 赚了两块多还是三块多 没有忘记太忙 但是你可以发现它开始强谈 而且你看它的姿态 还是一样多头 因为它基本面不错 3035也是一样 你看 姿态还不错 相较于很多弱势的电子股 相较于很多中枪的电子股 你看四星K1 今天涨停板你还是销不出来 弱势股一定要换 强势股要死报活报 那回到刚刚操作的一个技巧 季线 对不起 季报 对不对 我把季报都跟你讲过 短线就是你赚季报的钱就对 今年因为去年很多都是起飞 然后由亏转赢 去年很好 今年更好 第一季还是很好 这种股票拉回来 你要敢大胆站在买房 但是你敢不敢 这一波打跌一千点 你会发现很多的节目 很多的分析的节目 从一点半开始一直到晚上 最近这几天以来 大盘跌一千点之后 已经很多人开始扯东扯西 陪你聊天不知道在讲什么 因为它电子股死罐罐了 但是你会发现 汤老师的步调 我讲过我都玩真的 而且我敢公开验证给你看 而且照样带你转 风雨飘渺跌一千点 还可以让你转 那种分析师你叫他站出来 现在多少节目在陪你聊天 陪你干过 扯东扯西扯浪屋 对不对 我们还是一样 看了懂我就跟你讲 吉胜 一支黑黑痒痠痠 你看到没有 但是如果 如果我会怕 这波的大盘已经跌一千点 如果我会怕 我会跟你讲我买给你看 我讲过我们都是玩真的 真的带你赚钱 我想骗你都很难 眼见为凭才是真 货真价值客自然 金制造牌应该怎么建立 什么叫做有口皆碑 清汤瓜面贴都没贴 买给你看 我们都是实战的节目 我们不跟你扯烂物陪你聊天的 讲完之后你看一下 我五月五月四号跟你讲 五月五号送你跟掌尼板 有图有真相 我们都是玩真的 而且有抠讯 想骗你都很难 你一定觉得很神奇 老师啊其他节目我都不是在开始聊天 扯东扯西不然讲半年前的绩效 我还是一样有办法带你赚钱 五月五号即胜 五月六号即胜 你看片子这么多的节目 只有看我的节目啊 没赚到钱自己去撞拼 而且我们有图有真相 对不对你看 没赚到钱你真的自己要去撞币 我们还是一样把步调 把主流的趋势 只有我汤处给抓得到 刚上东升财经台 一个月之前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我跟你讲三次 我说主流在换了 主流在换了 资金在移转 很重要我跟你说三次 电子股啊 你不要错把风筋当马良 你打死不相信 你看你现在买传产股 随便买随便赚 两支停板 对不对 今天出了两根半 将近快三根了 今天五月七号礼拜五 母亲节最大的礼物是什么 集圣今天创新高 会员试驾获利出清 资金保留 水 九点十一分 看到没有 九点十一分是什么时候呢 是一开盘 这九点半嘛 九点十一分是不是这 出了水不水 有图有真相有抗讯 扎扎实实 将近快三根的停板 大盘 这一波一路一路跌了一千点 我讲过会跌出很多好的股票 真功夫就是看你在跌的时候 哪一个分析师还会跟你讲 什么股票可以买 他不会这样跟你讲的 他一定跟你扯浪屋 跟你扯东扯西 因为他电子股死光光 没错吧 不然还是一样 那个老把戏 跟你讲什么东西亮灯展连板 我们还是一样按部当局跟你讲 主流就是船长 第一季机爆不错 我就跟你讲过 我看得懂 看不看得懂 我跟你讲 如果第一季机爆不错 你一定觉得奇怪 老师啊 你怎么知道第一季他的不错 那个叫做悄悄话 那个很多研究报告 那个是要花钱买的 你以为天上会掉下来 如果我没有 我没有那些所谓的研究报告 我也不知道他第一季机爆多少 基本面不了解 我不知道他是主流 我一定在这边陪你聊天 我跟你讲 大盘怎么样 我跟你讲半年前大赚 什么股票怎么样 今天亮灯展连板 如果我的电子股市观光 我一定要陪你聊天 但是我讲过了 我汤宋葵会不会江南财进 谁会江南财进 谁有办法在大盘跌一千点 过程当中 依旧表演没有亮灯 带你到亮灯 亮一个灯就算了 不必找我汤宋葵 连标两根掌听板 集圣 今天也出 刚才给你看 连标两根掌听板 为什么来找我汤宋葵 都无话可说 亲戚朋友介绍股市套客 因为眼见为平才是真 货真价实 客自来 5月5号 5月6号 5月7号 母亲节快乐 水 获利出青 这不是你要的吗 当前盘过境 当两岸原生敌不住 当镖谷过万重三 大盘跌一千 这一周里 一个礼拜以来 多少人卡柔柔柔 你很深 今天一刻掌听 你还是笑不出来 等解套 你到底会不会操作 你为什么成为主力的盘中孙 嘴边若囊中物 什么节目才值得你长期收看 哪一个节目到现在还可以让你看 还会赚钱的 你就要跳出来 如果只蒙到一个所谓的一个集圣 将近快三根的停板 你不必找我汤宋葵 台相 第一季已经公告了 第一季季报也不错 一支黑暗我跟你说 我不是叫你去追恨天高 亮灯掌停板 你看一支黑暗 还有一支黑暗因为大盘跌一千 我还是跟你讲我看得懂 对不对 三十一块六 亮灯掌停 三十六块九 再拉一根四十块四 又是扎扎实实两根停板 公开验证 五月五号 五月六号 出完之后今天开始杀 你到底要跟谁做 你心里面 十年修得同传度 百年他修得共诊美 你跟我汤宋葵的缘分到哪里 完全在意你 脚步跟紧 一试他成主顾 我们把时间交回给主播 好 那么更多的超车 见广化区 再请汤老师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 标股俱乐部 进步的个股解析 再把时间交给汤老师 你会觉得汤老师 为什么老师 一而再再而三 领先全市场 一个月之前 刚上东升 我就跟你逮到了 光一个半月 我四月中 现在连五月 五月中都还没 大概五月中都还没到 一个月的时间 我就跟你介绍 中宏长一辈 昌宏长一辈 其他的五成三成 我就不讲 缘啊 你跟我汤宋葵的缘分到哪里 马有千里之行 无人他不能自亡 人有冲天之志 无运他不能自通 你到底 到底要跟谁结那个缘分 我不希望你绕一圈之后 满身伤痕 再找我哭诉 我不杀柏仁 柏仁又因我而死 所以我还是那句老话 五月份母亲节到了 你自己好好的把握机会 聪明人就知道该怎么做 还是那个问题 你跟我汤宋的缘分到哪里 完全在于你 那我们一而在在赞尔山领先全市场的一个产业的趋势布局 他不怕他拉回怕他不拉回 跌停叫你买急证 还记得吗 这礼拜跌停叫你买巨响 对不对 隔天他要快档亮灯掌天板 但很简单 他有时候都会去跑 这个所谓不是都会跑法说会 不然去拜访公司 这家是好公司 秀玉 这家是好公司 他季报也不错 因为他是新贵 所以我没办法带你买 只能私底下带一些 比较八级的学员买 对不对 太薄 也不是叫你买 我会去参加很多的法说会 还有很多章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老师他不参加法说会 埋头造居 欢迎追踪汤老师的解盘的节目 东森财经台礼拜一到礼拜五 下午四点到四点半 不然去搜寻live 搜寻live 小老鼠 你要打小老鼠 F8个8就是要你发 不然去FB搜寻 标股俱乐部 他有是不是在里面 知无不言言无不见 有很多悄悄话 标股的悄悄话 坐下来跟你谈 我讲过了 这个大盘这一波以来 跌了一千点 很多人卡嫩就嫩 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电子股 我还是跟你讲 很多股票是反弹 反弹 不要错把逢金当马良 听得懂就听得懂 听不懂的人 也就是说电子股 你有电子股的 你一定要换 你不知道怎么换 这礼拜五六日 不管你什么时间 你也看到了 打电话进来我们公司 080的电话 如果电话很多 靠你的手会伤眼也会听 有一点耐心等候一下 我们愿意帮你换电子股 但是你要有赚钱的欲望跟企图心 你一定要拿出来 有勤种子地上种 无勤土地 它才会开出有勤果 那我们还是一样的步调 你也看到了急剩 刚刚将近快三根的停板 台向两根停板 初也跟你讲 今天又大跌 在这个风雨飘渺的大盘 多少人在等解套 我当初还是一样 带着我的学员 一路往前转 因为我们站在趋势的让头 领先布局 跌下来传产 我会不会跌下来电子股 电子股破底 来你看一下 不是只有刚刚的急剩 台向亮灯掌电 还记得这档股票吗 日灯当中 我说产品第二季开始会出货 那我等它三天 我等它三天 等买点 我也跟你讲了 你手续办一办 终于来了 来了跌下来好棒 那既然来了 我们就按表操课 买给你看 5月4号 航家一出手 老师啊 谁还要买试呢 担担谁还要买试 你叫我们买股票 288点 老师啊 你中得不对 脚软手软了 第二天加温了 按捺不住 70块买了嘛 对不对 73块了 今天礼拜五嘛 今天5月7号嘛 这礼拜母亲节嘛 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收妈妈一根掌停板 有图有真相 有讯息 恭喜 发动攻击了 发动攻击了 起掌了 竟如处子 动如脱兔 回首来时消失的路 君治故乡来啊 因之故乡是 我们再来看一下 比赠一下图卡 不要说汤老师造假 我们都是有图有真相 买 亮灯 有没有一样 你自己看 有没有一样 买给你看 买完之后呢 亮灯 从没有亮灯 一支黑黑 不是一支 整支黑黑 我们按表操课 买给你看之后亮灯 母亲节快乐 这不是你要的吗 你为什么不在车上 竹炎慈敬 发尺术 最是人间留不住 把握机会 赚钱没有什么了不起 就是赚那个机会场 在该买的时候 你平常就要 马步功夫蹲好 等它跌下来之后 你喜群怡射 这是好股票 这是误杀 所以我要大买 来 今天又买一档股票 先买先赚 群创 群创 业绩不错 四月业绩不错 所以买 我们也是抢反弹 你看我抢 我抢吉盛 可以抢三根停板 抢台向 两根停板 刚刚那一档 日证当中你也看到 又已经一根半的停板 我们都持续 你看我汤老师的布料 我们都玩真的 实战的 不是陪你聊天的 我来这边打卡上班 等一下就笑一笑就要走了 我们是真的 你看我节目不太厉害 你自己去弄拨 宏远证 你看我们都是玩真的 黑黑我给你讲 没有人会跟你讲 K现在那么黑 还可以买的 分析师 每个都马上是亮灯亮灯亮灯 还跟你讲这一段 对不对 只有汤春葵姓笨 跟你讲黑黑那一段 讲完之后你看 还没动 我也是跟你讲 粒粒 对不对 粒粒 破粒在涨价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对不对 我们都跟你玩真的 致上 对不对 来四十块介绍 四十二架 四十二架切 着着地兔 竹 starter刀 也是探纸啊 买的题材 除了低计气泡以外 还有低价的库存 不能讲太多 那个叫做敲敲话 敲敲话我只跟我的会员讲 剛剛講到群創我們又亮燈 一出手就是亮燈對不對 回首來時消色路 君治故鄉來 英治故鄉事 你看 17塊 又是公開驗證 所以為什麼來找我唐宋葵 我跟你講我一而再再而上 我的收拾率為什麼這麼高 因為我們都玩真的 你不是我的學員 你也探知 我希望是這樣 有彭治遠方來 德不顧他必有靈 所謂的精緻招牌應該怎麼建立 我們都是有圖有真相 領先全市場 沒有動我也跟你講 我不會說沒動 當天就不講 不講不見了 或是全部死光光 我跟你講 我半年前什麼股票大賺 就開始陪你聊天 我們都是玩真的 你看電子國來的時候 我們死咬著不放 死咬著不放 拉回來看法不變 再拉回來還是看法不變 再創新高了 錢就是這樣賺 你看他們要23塊半 老師 真的 你看拉回來都敢講 對不對 所以我到底跟哪個 其他分析是哪裡不一樣 精緻招牌應該怎麼去建立 除了也跟你講50%扎扎實實 將近快一千億股本的群創 我湯順愷 我化水會減湯 而且我沒收你半毛錢 看我的節目沒賺到錢 也不用去撞拚 文鄉下馬 隨事而上 你跟我湯順的緣分 馬有千里之行 無人他不能自亡 人有衝天之智 無運他不能自通 我講過如果你不行 你必須承認你自己不行 套牢股票 誠實的面對他 電子股 尤其是電子股 電子股一定要換 很多電子股 他這一波會反彈 再講一遍 會趁這一波季報來反彈 反彈之後呢 他鬼混之後 他持續做一波的整理 那第一波的反彈 是彈最高的 所以你一定要換 不換 回過頭來你又抓不到主流 彈第一波是最高的 你會逃命的那個黃金點啊 這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你有看到節目了 好 想盡辦法來找我 然後我幫你換 換到我們的股票來 像這種股票你看一下 你看 值不值得你換 老師早知道做傳產 你都會這樣說 說怎麼這樣說 對吧 講的時候你都瞧不起 老師啊 一支黑黑打散不行 我跟你講這要買方 真的功夫就在這裡 講完之後你看 五月四號 講完之後亮燈 是不是亮燈 五月五號亮燈 講完之後五月六號亮燈 出 這樣就快三根的停板 從頭到尾讓你看 想造假都很難啊 你到底要跟誰做 那另外一檔股票你看 不是這個 日正當中 你自己看 自己看 我說我要等三天 疊下來買 我不是叫你追 講完之後今天亮燈展你買 腳步跟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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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禮拜最後三天了 那慶祝母親節 母親節是最偉大的 光輝五月 不管你參加哪一種 全部都是給你五月 那這禮拜是最後一天 最後的三天 你好好把握機會 我們把時間交給主播 好非常感謝來賓的分析 提醒觀眾朋友 老本公司 所推薦分析師 個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之 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投資人 應該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且自負投資風險 也祝您操作順利 我們再會